這位同學是莫亨利,她的題目是《中文幫我成長》 大家好,我叫莫亨利,我是大一的學生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中文幫我成長》 我從三年級開始學中文 其實剛開始選擇語言的時候,我才八歲 自己拿不定主義,我是跟爸爸媽媽一起討論 當時媽媽說我應該學法語,因為她會說法語 這樣我可以學得比較輕鬆 可是爸爸說我應該學西班牙語,因為她覺得會說西班牙語的人 對張來找工作有好趣 雖然我覺得他們說的都有大理,可是我這個人喜歡挑戰 所以最後還是決定學中文 現在想起來很高興我當初為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因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學中文 在發音上,在發音上,多數學中文的學生 都覺得中文比別的語言難,特別是聲調 不過我對我對中文發音 適應的比較快 這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就拉小提琴的原因吧 對我來說,中文的發音和聲調 好像音樂一樣 除了很好玩,很有意思以外 我還覺得中文很有用 要是你會說中文,你就可以跟實體藝人交流 世界各國,到處都有中國人 到處都有中國城 到處都有人在學中文 要是你會說英語和中文 你去哪兒都能生存 我的專業是航空工程 我打算將來在航天公司做工作 要是我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就可以跟中國的越來越多的航天公司看價 不用翻譯 不用翻譯 所以雖然我不學文科 可是我中文還是對我講來找工作有好趣 十年前我不經意的選了中文 想給自己一個挑戰 十年後 我覺得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中文了 雖然學好中文 真不容易 可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選擇了中文 謝謝大家 非常好,莫亨利 下一位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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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